各位網友,大家好 嘩,河馬事件 弄得六國大風上 唉,很粒粒聯 無端端又霸氣歌又再出現 然後突然間出現了 有一位踢拖的 穿著男裙女子 就像是護駕一樣 那當然 其實大家本身關注另一件事 明明是河馬 又說被人收工屋 又說被人收工屋 好像沒有了一件事 這些消息都會繼續 跟大家跟進 當然,現在坊間 有很多遙傳四起 我自己覺得一件事 就不要讓他這些遙傳 路邊社 那些古靈精怪的消息 就影響大家 我經常都說,有時候很多事情 他很古靈精怪的 他們想製造煙幕 令大家好像忘記了一些事 所以,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繼續去研究一下 繼續去 有人說,快點 房署,快點去收那間屋 因為見到可白 偷偷地又好像裝傻 裝路人格不懂 這樣分開上樓 這樣 他繼續違規 繼續在這裡 逍遙法外 我覺得當然是不行 好了,這次 見到,真是影響精彩 想不到一天裡面 可白,河馬 他開直播 開得不是很威風的 戴著那個死人超 太陽眼鏡 反光 真是 正所謂 太陽眼鏡 撞他的面型 撞他的太陽眼鏡 兩個撞來撞去 真是肉鬼酸酸 不要緊 他覺得自己很漂亮就行了 我也說了 他自從開了尾眼鏡 他很迷戀自己鏡頭裡面的那個他 他以為自己那個是他 真是他 不要緊的 他要贏就贏了 但是我看到 在昨天 這麼多消息當中 其中看到有拜哥出來 是不是 突然 嘩,鬼捏那麼吵 去到西鐵 去到火車上面 繼續爭炒 等等這些事件 其實真的很吵 我覺得這些 搞到現在這樣 像什麼鬼鬼 搞到大家 給大家聽聽聽 為什麼這麼吵 你三百瓶 你三百瓶 多謝我800 三百瓶 你三百瓶 我三百瓶 三百瓶 我真的知道 你三百瓶 我三百瓶 你三百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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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zitten 有时候听到这些 我也觉得 很无聊 干嘛鬼呢 后来搞得好像吵架 然后人们立刻了散 其实很老实 真的很乱 这些当然我觉得是可以预计得到的 其实这件事已经升温了 你问我就 升温去到哪里呢 因为话说 现在 应该这么说 昨天突然之间 除了霸气哥出来 霸气哥在那里就骂到 疯了 看到他很生气 追击河马 我觉得OK的 OK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 质疑他挑战着他 你问问他 之前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我冲袋在那里了 我冲袋在那里了 我冲袋在那里里 又冲袋在那里了 你冲袋在那里了 我冲袋在那里了 搭摇我 搭摇我 你傻子在那里了 我冲袋在那里了 不是这么多东西 我冲袋在那里了 你会调啊老婆 子哥 做什么 做什么 你干吗 你不冲袋在那里了 你不冲袋在那里了 你冲袋在那里了 你不冲袋在那里了 不想摔割 其实很虚拙的 你问我 不然大家一会儿自己吃虚拼 你说他碰到你 他又碰到你好像小孩子 哎呀你碰到我 他说给什么事 这些其实就很无谓 我说其实你当我啦 有些人说你很长气 是的 我很长气 但是你不坚持那样东西 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 就真的摆错了 摆错了位置了 那在这个这么乱的情况之下 现在很奇怪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网上我看到 突然之间杀出了一个 碎花蓝裙的女士 在这个争吵当中 突然杀出来了 这个杀出来了之后 大家就觉得 哇 现在是护价 护价 护价啊 那就有人感觉上面好像 咦咦 究竟他是不是帮啊 帮啊 帮啊河马啊 那大家议论纷纷 其中一件事好笑的 我看到了 有人就说 这个呢 引述一下网上那些留言 他是这么说的 就说这个男裙啊 穿男裙的女士啊 还没有生殖 那时候已经看到 像是政府人员啊 有位网民就这么说了 应该是政府已经介入了啊 政府介入了 政府介入了就不应该是这样 那接着那些事情还好笑 那有人就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保护他呢 为什么政府要保护他呢 什么什么什么 那有人说 你自己想想吧 已经搞到社会的问题了 政府不再找人看了他们两个 有人就说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激进 这样 其实就算 第一件事先 是不是 这位女士 你觉得他像不像政府人员呢 我一看到 不是吧 他是政府人员 说笑 有人就说 好笑啊 那位就说 这位像是政府人员 那位网民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回到网民的留言 就是这样 他说 你猜邓炳强啊 就是邓sir啊 不知道这件事吗 现在这件事 根本搞到是整个社会分化了 他会任由事态发展吗 现在的情况是展催暴力了 在车厂打架啊 或者河马被人打 遲早发生 你不见了 以前是偷影 现在就互相对闹 遲下就开片 他说邓sir 会有任由他这样搞下去吗 一定会找人监察他的动态 必要时拉一方 好了 喂 你这样抵挥我们邓sir啊 大佬 你说这位是邓sir派他过来的 哇 你不是吧 说这样的东西 喂 你搞笑吗 喂 保安局局长啊 邓炳强啊 邓sir啊 你说这位是疑似的政府人员 我看这位网民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保护的 邓sir派来保护他们的 喂 大哥 他踢拖的大哥 你不是吧 你现在说我们邓sir开楼摊吗 你找个踢拖的人来保护河马 大哥 你真是说笑而已 你说出来我也忍不住笑 你不是这么开楼摊吗 你真是说真一句了 你说要要要 就是不要说等不等sir知道这件事先 一会再研究 你说为疑似政府人员 介入了这件事 算我直言 那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她是哪位 可能街坊路人 什么都行 但是按照有人说 如果她是政府人员的话 我从她一身的装束 大哥 我真的完全接受不了 不是吧 各位 各位 你心目中的政府人员公务员 或者纪律部队 不会应该是这样的依障 你说不是啊 他们这些可能 就是叫做臥底小物探 你不是那么文西 你不是那么达文西 你不是那么 国产007 猪肉佬又是特务 那样 你跟我说这些唏嘘的酥根 拿着一杯齋蜜天尼 那样 在弄猪肉的 原来又说特务监视 你真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 如果是 不好意思 我见识少 对不起 我说他对不起 但是 按道理 我相信 大家一听完之后 或者看到一张照片 你都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什么 什么 政府人员 对吧 喂 我当你 我当你 你说真的要保护 河马 快事 大家现在出现了 一些磨擦 那 at least 我觉得最基本 最基本 最低消费 他是不是应该 都穿上衣服呢 就是你说没有制服也好 穿上衣服也好 穿上衣服也好 是不是穿得应该 尺少少 尊业少少 所以有人这样说 哇 这个疑似政府人员 政府应该介入了 你问我 政府一早就介入了 这句话根本就是废话 你看房处那些不是吗 是吧 何永然 房屋局局长 局长不是政府人员吗 是不是 不是政府机关吗 是不是 他们都留意了 都说了 一早就已经介入了 这件事件 是不是 说起了 说起房处 那这个问题 喂 大家就觉得 好像还没有 有消息 那有人就说 其实就不是在昨天的 可能应该是这个礼拜的 这样 那我不理他 这个礼拜好 还是这几天好 那其实大家都关注 我觉得 是不是理论上应该 就是 喂 追 就是叫你去追着 这些新领的时候 你是关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找回一些 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值得关注 是不是和大家 就是叫做社会福利 社会的资源分配 那个位置落幕 是准确一点呢 当然 你每个人有你们的意见 我明白的 我了解的 就是 你说我不满意他 我是恨他 我不抵得他 这么串 是吧 人形 河马 或者什么都好 你喜欢骂他什么都好 那 在这个大前提 我不喜欢他得戏 是吧 他没有搞错 他这样可以 握神骗鬼 还可以逍遥法外 得不到这个相当的 应有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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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跳起不信 所以我就要去 什么什么 我绝对不鼓励 我绝对不鼓励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如果 大家有听伍仔说 八戏歌 又或者其实在国内 内地新闻 我也会提及到 其实你以为 这样跟他吵架呢 好像刚才有听到 那些声音 其实是很笨的 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很笨的事 来的 我经常在近期 这么多这些 河马事件 我经常都和大家 说一句话 我说不要啊 千万不要啊 因为他们两个 而令自己惹麻烦 是无谓的 不值得的 你刚才阿可伯 他也会玩啊 哎哟哟哟 你非礼我老婆 最忌忌 这一件事 他说你摸他屎乎 或者稍后你真是 我爹又来是乎 是吧 你说我非礼他 洗水难清 如果你刚刚拍不到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说他 他又说你 那就是盲变他了 到时候你只能自己麻烦 是吧 到时候没有的 你真是报警 警察来 到时候两边都会踢 是吧 都要调查的 他说你非礼他嘛 是吧 之类的 又或者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说 喂 那位网民呢 有个位置我都很认同 所谓的认同 就是说 其实现在 越来越激进 这些行为 开头都是真的 他说喂 最初都是网上麻烦的 是吧 后来慢慢 现在变成一个 叫做出街 互相在那里拍 接着开始 口舌之争 经常都说 就是 初而口角 就算移动没有的 我最不想看到这些事发生 亦无畏 为什么呢 公众地方打架行为不检 就只能自己一身矮 另一件事 我都说了 你好像内地新闻那样 喂 有个阿伯 吵架 和人吵架 激死了 喂 对方 就是和他吵架 都要罚 是吧 喂 如果突然间 他有什么事 你真的可能 大家一言一语 接着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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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点地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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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有些事就是这样 无情力 最大力 一个不注意 有时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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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是绝对不想见到的 是呀 这些是很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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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你看到 好像这段影片 大家开始火遮眼了 是吧 上头 我明白的 有时你听到 河马那把吓人声 你就扯火了 你跟他对闹当中 一定会冻到真气 那你生气 很容易就上头 一上头 你怎么 你会说 阿伯 可白先动手 先动不动手 这是一其一 其二 就是说 你到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谁先动手 都不对 是吧 我说 突然 可白突然 心脏病发 那又死了 又是麻烦 所以这些 也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 刚才那位网民 有位网民说 现在是什么 政府加入事件 你以为邓sir 不知道这件事 到时候 都搞到 两边 随时被人拘捕 无谓 我也说 不需要 说得这么复杂 那位女士是哪一位 怎么看 我也说 怎么看 横看 怎么看 也不会是你那些 知科 特工特务 甚至是 口中的 政府要员 是吧 你说邓sir 知不知道 可能他们会有看新闻的 因为你的报纸有卖 是吧 是吧 我也说 你们去 看到可白 你突然在街上看到可白 你不用跟他罵什么 我说 你就试试走过去跟他说 别说我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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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份报纸 是吧 那些报纸正在卖你的新闻 那些报纸 那些报纸怎么写你们 是吧 你们检讨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需要跟你骂 你骂什么 你说我骂 我针对你 是吧 OK 我就给你一份报纸 你不满意的 你告那份报纸 最好找大公文媒给他看 你很爱国家的 是吧 你很爱中国的 更加讲到 你又要上北京 找习主席聊天 这些 这么有分量的报纸 你们看一看 懂不懂字 是不是 不懂字 那你找人读给你听 好不好 我觉得起码 这件事上 你要让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说 你们现在在做错事 是吧 就是叫你收手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意 之前 他们走出来 去说 那些子女 你看到那些子女 都不出声 是不是 但是 现在 感觉上 大家现在做了丑隐 很严重的 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 是做了丑隐 很多人都 是的 我明白 有些人就说 太好了 这个很厉害 霸气哥很厉害 后来霸气哥他自己也说 不要这么激进 其实当你冷静下来 你就发觉自己 原来很容易 冲动是魔鬼 经常都说那句话 是吧 那你很容易就会 做出一些很错的决定 那我说人生 有很多做错的决定 但是最重要是 知错能改 那你去到这个时候 我们遇见到一些问题 我就觉得 大家是不是应该要聚焦 他们现在 大家觉得是 大家会比较最大的 公约数 会关注的事情 就是 他又是说回公屋 公屋这样 就好像看到 河马那样 有人拍到他们 两个游上去 那河马去按密码的时候 河白就好像扮密路人 自己走开门 好像两个不懂 那被人拍到 两个又上去 然后就回来 一会儿就走了 其实好像这些 我也说了 为什么大家 搜集这些证据 去传回资料 给相关的部门 去跟进 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这样 一个住户 一个租户 什么你们不是 打击滥用公屋的问题 是不是 我发现这个住户 真的是违规的 在这个层面上 他近段时间都不住酒店 他更加公然挑战防处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在大家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走出街 跟他骂 有些人说要看看 究竟这个男裙 碎花裙 是什么人 之类之类 其实谁都不重要 你问我 我觉得谁都不重要 这个世界 我都说了 这个世界是有对立面的 是有对立面的 真的有对立面 你好像这样 现在搞到一哭二哭三上吊 吵冤架 一见到那些人 就追着他来 你难保有些人 会觉得你干什么 你追着他来 吵吵吵吵吵 反而他会 可能 不是因为他支持河马 而是他们觉得这样的行为 你搞到香港 现在吵冤架 又不对 大家不如正 那会出现 大家又对骂 有些不喜欢河马的人 骂你 你去支持他 那这些事情 慢慢就越搞越大事 那去到后来 就得不尝失 你问我 就得不尝失 甚至乎有机会 令到河马脱到身 他没有的 他无他 他现在最好 就搞到乱七八糟 在他眼中 搞些噪音出来 搞些噪音出来 搞些话题出来 他自己都说了 没有的 你们就是说我 送流量给我 他自己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反而大家应该聚焦 很多东西都被他带偏了 不奇怪的 他们经常都很喜欢带人来游花园 你见 ее两个又走外 是吧 来走来走去 好像带大家去哪 有些反跟踪 既然是这样 为何大家不省水 省力些 他喜欢到处盖 有他到处盖 他不回去 最好 他一天最好要在酒店 是吧 最重要是远离公屋 这条招式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效果 又不会劳民伤财 又大家不用动肝火 伤自己身有什么位置 那是不是教精他教不教得精 根本他就没办法脱到可白身 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其中一个死穴 在这间公屋上面 房处要他加他不加命 背后的原因我说过 也不止一次三次十次 你相信就算这些推你 推得重不重 虽不重亦不愿意 既然他都不贴在公屋里面 他都要脱离这间公屋 他都一定要去拉着可白周围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向 这些是可以吸引到最大人去认同 有时候我之前说我关注的就是说他们如何占用社会资源 他如何去滥用这些社会资源 他公然挑战 形成一个不好良好的气氛 很老实 反过来你说如果他是属于一个滥用社会资源霸住这间公屋的 不单是他 香港有这么多这些捉到他出来的例子 难道个个都追击他们吗 你们要追击其他滥用公屋的住户吗 甚至乎公屋的住户吗 不是因为房处做了事嘛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种因由在这里 但是我感觉上现在 就开始 就真的乱闹了 有点点 更加出现了那种叫做 你说政府人员政府已经介入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不需要说到 好像大家说不是吧 政府介入保护局 想多了政府介入就有了 刚才我也说了 一定是有的啦 要不然房处不会怎么做事 是不是 你连局长 处长局长都齐出声 我虽然说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在 政府里面他们已经是意志 何况这些新闻 你周时在网上也好 小红书也好 就算你报纸 指媒体也好 都有报导 有报导他们的东西 政府也有看的嘛 是不是 说到之前有罗处章 他们都说会有人在网上 去看一些言论啊 小红书啊 看看哪些人啊 就讲一些叫做违规的东西啊 接着他们就去调查 疑似违规的个案去调查 其实这些呢 不需要刻意讲到这么什么的 真的有的 但是你说去到等sir那一刻呢 我觉得有些未免夸张了 是不是 我觉得你过分抬举而已 你抬举了河马了 大哥 我们真是高官 我们各位高官 很多事情做的 大哥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只是有空 天天挂着你 你阿河马 你阿河伯两个 在那争加产 搞到 怎样加仇屋币的嘛 但是只要过了火位呢 我相信 如果 真的 这件事件 去到一个最大的火 过了火位的时候呢 就到时候 大家真是吃力不讨好 是啊 那没有的 你现在的感觉上面 那两个现在好像 受害人那样的变相 是不是 你给人的感觉 去到哪些都过街老鼠 每个人都哭打 一人会觉得他们两个 神经病的 用不用啊 用不去这样追到他这样啊 有人不明白 那当然这些 种种的因由 种种的原因 那背后可能有些人 就觉得是 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其实可能有一帮人 或者甚至乎 为什么之前 已经有人说 在内地 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用不需要 那么追得那么行呢 是吧 你觉得他违规的 你就在那方面 去处理了他 是吧 等等这些 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自己觉得 也都好像 阿拜气过 他在那个留言 就是他的网上 自己都 在讨论区里面 都这么说 关注组里面 都这么说 他就说 事后想起 是过分怒气 不是啊 你不要用这种方向 去想 什么涉及针对新移民 现在不是针对新移民 是吧 是中港 整个大湾区都关注 甚至乎觉得 他们是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 因为中港一条心 那为什么不是 是时候做回好事 就是做给大家看 去调查一下呢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用这种的心态 如果你用这种心态的想法 你就像河马那样 被他挑撥到 因为他经常说 你们看我 什么不起 看我 大陆女人不起 他有说过这些东西 我们就都没有 大家同事中国人 无法理我 是吧 为什么要说到这么复杂 他是不对 就不对 为什么要理他 我不需要你来自阳光斗士 我不需要你来自阳光斗士 你来到香港 没有好见书 占用社会资源 濫用社会资源 这些是政府现在正在实行 正在打击的 发现有问题 我就举报你 说完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大家不需要这么复杂 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复杂了 希望大家 有人说 还想那个女士是谁 想到这么复杂 真的创作力和幻想 我都觉得会吓我一跳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